山是一尊佛 佛是一座山 带领群山来 挺立三江殿 世人惊叹 大佛的慈悲庄严 三江的大气磅礴 殊不知 当夜幕降临 明月当空 灯火阑珊 光影交织 夜色下的加州故城 比有一番风景 你可知道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摩崖时刻 乐身大佛 为什么又被称作光明佛吗 你能想象 灯光照耀下的乐身大佛 是何等的雄伟壮观吗 你想亲眼目睹灯火万家 成四盼 星河一道 水中央的绝美夜景吗 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诚信而至 夜游三江 登山拜佛 听凡音婆娑 沙丹青山水 品禅礼之城 享受一次前所未有的别亚夜游之旅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宋庄 咱们刚才那顿晚餐吃得过瘾吧 相当不错 咱们乐山的美食一直都是远近闻名 更何况今天咱们来到的是古色古香 美食云集的上中顺特色街区 说实话,今天这是美食美景 家美人,人生一大幸事啊 就你嘴瓶,等会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行程 去游江拜大佛 诶,这天都要黑了 这晚上有什么可看的呢 这个你又别担心了 等会儿保管您大开眼界 大饱眼福 来,我们走这边 来 咱们乐山的江景你应该非常熟悉了吧 那是啊 咱们乐山城就是沿江而建 烟水而兴 平时工作一有空 我就会到江边来走一走 看看美丽的风景 不过呢,工作比较忙 还没有机会到船上来看 这次非常感谢你盛情邀约啊 那你等会儿要睁大你的眼睛 好好看一下 保准让您大开眼界 非常期待 走 水晶柱曾这样形容古加州 现至青衣江汇 金代二舌亿 意思是 加州古城建在河口三角洲上 三江汇流之处 乐山城 内城依山 外城依水 自古便是水银通畅 南方丝绸之路上 的一个大型水码头 到了夜晚 在月色和灯光的共同照射庄底下 山 城 福 江 完美融合 独具特色 你知道咱们夜游三江的项目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这个是知道的 我是做了功课的 咱们乐山夜游三江项目呢 应该是2017年的9月16号 首次启航的 当时是作为第四届四川国际旅游交易佛兰会的重头戏 也是咱们乐山精心打造的夜间旅游新品 确实是 以往的游客和市民都是在白天观赏大佛 很少在夜街游江拜佛 那其实我们乐山城的夜景也是非常美丽的 眼前看到的这个就是乌游山嘛 对 那关于这个乌游二字的来你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传说 你知道吗 这个我还真听说过 相传以前这个山哪叫乌牛山 宋代诗人黄亭坚来到这里游玩 被这里的风光所深深的吸引 但是觉得乌牛这两个字呢 又不够雅 便大笔于灰将乌牛改成了乌游 不错 肚子里还是有很多墨水的嘛 此时此景催着和风 让我有一种要和你分享一首诗的这种冲动 凌云西岸古家州 江水潺潺绕多流 绿影一队飘不去 推船三面 看乌游 相传 古蜀国时 乌游山与凌云山联为一体 江水流通不畅 明江河段 水患频繁 先秦熟守礼兵 巧妙地利用陵云忽悠 两山之间的马鞍行压耗的地势 因地之仪 除去的三江第一关的障碍 保证了过往船只的安全 可以说 乐山这座城市的发展 离不开江河的滋养 也离不开山川的沉淀 更得益于大佛的守护 宋床 注意 双手合十 屏住呼吸 哇 大佛真的是太宏伟 相当正派 我们的船 是驻临江东汉 灯光为笔 搓擦点染沟 音乐为绿 色彩与明暗汇景 勾勒出一幅 丹青山水的绝米画卷 让人好似梦回海棠香果 体味灰好流香 正如这如诗如画 丹青水墨 两千多年来 预出众多的文人雅士 和栋梁之才 从蜀汉的废诗 到家庭寺剑 再到近代的熊克武 郭沫若 第一笔丘尼龙莲 他们从乐山走向世界 李白 苏氏 陈生等 无数文人默克 沉醉其中 留下了无数 筷制人口的诗词歌赋 宋创 您看对面的古城墙像什么 像什么 我这看一看 夜晚的灯光 将城墙的轮廓 勾勒得比较清晰 中间高 这两边低 像一只凤凰 眼神还是不错 这就是咱们家 做古城墙的特赦 在光带的作用下 古城墙宛如一条金色牛带 与沿江岸边的丹崖峭壁 交相回应 临江而立的楼关与灯火 映射出古城 壮美 骨灼 俊异的轮廓 像是水中的另一个加州古城 亦已生灰 亦已坏 亦真 如果说 大佛是虔诚人力创造的奇迹 睡佛则是大自然 鬼斧神功的馈赠 宋创 现在要明镜到了观赏睡佛的 最佳地点 观佛楼 乐山巨星睡佛 是由乌游山 临陵山 龟城山构成 头南脚北 卧于 明江 清一江 大陀河 汇流之处 南北直线距离约 一千三百米 乌游山为佛头 山嘴是肉计 景云亭如同睫毛 山顶树冠 各为 鹅 鼻 船 和 唯妙唯孝 最富神采 这果然 在夜晚船上看睡佛 够形象是够清晰啊 对 因为睡佛的构成 是由三座山之间的一种巧妙斜接 借助光影的技术 人们可以清新地看出 哪个是佛头 哪个是佛身 可以说 睡佛的每一个部位 都一一地呈现在您的眼前 山是一尊佛 佛是一座山 大佛与睡佛合二为一 形成了佛中有佛之奇观 夜色中 凡音菩萨 睡佛出现 此刻 双手和石 感受着美丽 浮面的风 想象着被祥迎错拥 感受山水活地 灵秀乐山的 无穷美丽 宋闯 这趟夜游值得吧 还想不想上山去看一看 好啊 我还真是一游未尽呢 那我们明晚又约 一言为定 明晚 不见不散 走